新英雄出来了 听说特别好玩 看着剑魔 帅不帅 他的一技能 我的天 直接开出一条路来 普攻也特别有意思 你们看 二技能呢 有一个小控制 哭 下后是大招 跳起来 往地下砸一下 可以自己加个护盾 并且 可以砸到的敌人 你可以复制一个 他的小分身出来 让他像帕鲁一样 替自己打人 哈哈 总之就是这样 他还有一个 特别帅气的点 就是 当你走过 自己二技能 末端附近的时候 普攻 就具有了斩杀效果 就像这样 这理性一看 就是很会骂人的样子 我是谁呀 能让你骂着我 总之 经过最开始的 熟悉技能之后 哥们也从 开始的一告四 逐渐打成了 三告五 四告五 哈哈 五告五 战绩平了 好又负了 最终呢 在我们齐心协力 嗯 共进退的末期之下 也是成功的 我拿下了本局游戏的失败 嗯 之后的我 挺心钻影 最终也是想套了一套 比之前强点 但也不那么完善的出装 就是末世 再加上一件气血之刃 电刀我感觉也很有用 但是还没加 毕竟这期视频 虚微有一点感 不过没关系 关注我 我肯定还会再做一期 最终在这套装备的加持之下 我个人感觉啊 强度明显上去了 不过也不完全确定 所以我们在开局排位是一 这里惩戒就差一秒 偷懒未遂 来孙策你电后呗 我不 不电后也行 你带着我 你求求我 我不要辫子的 行吧那我不带了 来求求你 小样 最终我们驾驶着破船 驶向了人头的方向 落地皆大 皆普攻 直接K掉人头 求一说一 这个普通攻击 用着还挺舒服 边跑边A 边吹边A 丝毫不耽误 打下三杀 这蔡文杰也跑不掉 直接四杀 才把这次做一做 阴血剑和那个气血之刃 都给做出来 节奏 直接起飞 这个20多成销 30多输出的MVP 也不算很坑 结论就是 出了这两件装备之后 我用着确实舒服一些